零禮的符合 Press Statement 官方聲明 這系馬來了香港比較短時間 成績不錯 上季包裝風雲 逍遙區 鋼鐵復星也贏得馬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包裝風雲 能文 能武 也上名 暫時來說這系馬 看來跑短途比較好一點 但實際上官方聲明自己贏得一里 因為在2015年他除了贏過艾堅斯錦標之外 童年亦贏到考菲爾德堅尼大賽 兩項都是1600米的一級賽 至於伶俐的武是 克森尼德的女兒上陣三次沒有上名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短途馬比較多 而且成員大部分都比較早熟 所以看完負母兩線 伶俐看來伶俐看來會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長歷會隨著年紀有少少增長 伶俐來香港之前在澳洲的維省維多利亞州 參加過三次試襲 贏了其中兩次 還有一次跑第三 最近贏試襲的一次是今年的五月 在維省贏的 那一組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一匹之後在維省贏了一場頭馬 龍的風彩的符號是 Your Song 為你高哥 先說龍的風彩這匹馬周遂新價 3萬澳元 為你高哥一族來到香港的馬 暫時都不算很多 近年出現的 不過大部分的指示都比較早熟 跑短途比較好 超能勇士 今季一出即勝 另外的成員 好像南莊之歌 南俱寶 甚至有雲來 暫時來說大部分都是跑短途 長一點的路程都未必可以 但留意了 為你高哥他其實服役的時候 贏到14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一級賽 在2013年的時候 贏過布里斯本賽馬會杯 那一項是短途的一級賽 至於龍的風彩的武系 曾經澳洲的維省香川馬場 贏過一場1457米的賽事 無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部分比較早熟 有些是贏短途 但當中也有不少 贏到一里或以上 甚至有些是贏到2000米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為甚麼龍的風彩 看看會不會有 一般的維利哥哥子字 初期都是跑短途開始 看看跑下去會不會加到情 龍的風彩來鄉東之前 在南澳洲曾經參加過兩次試集 一次是跑第一 一次是跑第二 不過跑第一那次 同組的第二第三名馬 暫時都未贏到馬 聖神威的周穗身價 10萬澳元 他的父系是梵花似錦 梵花似錦 是2013年的麥爾本杯冠軍 服役時贏過六場賽事 贏馬途程由16米到3200米 除了贏過麥爾本杯之外 在2014年也贏過澳洲杯 而且贏過麥爾本杯之前 在那一年的郭士頓 其實他跑第三名 那一屆就輸給Shammas Award 夏武師獎 至於聖神威的武 我也是 Ellusive Quality的女兒 曾經澳洲的圍省贏過六場賽事 由12米贏到1620米 全部都是鄉村馬場的賽事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有些都贏到短途 但大部分的馬都要跑到一里或以上途程 才最適合他們發揮 看完父母兩線 這筆聖神威看起來就不像短途馬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看起來要中距離 甚至更長路程的賽事 才最適合他跑的 兩歲新駕25萬紐西蘭園的 我為你 是Per in Canto一族 這系馬近年香港 差不多最大族群之一 很多的紙字來到香港 早熟 跑短途速度很好 個別有些跑泥地也挺厲害的 今季比上季 似乎慢熱了一點 因為開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只有兩匹舊成員贏過馬 就是翡翠鳳凰和金象非凡 其他新成員 暫時成績未算太好 看看下半季有沒有轉機 至於我為你的母 是 Strawinski的女兒 沒有上陣 母線加上近代成員 講講我為你一匹全兄長 同父同母兄長 現在香港正在跑 經典之聲 贏到上高班 贏短途 退了翼那匹同母兄長 有響有上來 都是贏短途 都是上高班 其他母線加族的近代成員 又不算太過局限於跑短途 因為有不少贏到上一里橫以上 看完父母兩線 這把我為你 看來就像短途馬多些 應該都幾早熟一下 但跑下去 場力有機會有多少增長 我為你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一次試集 試集一次就贏了 和他一起試集的第二第三名馬 暫時雖然未贏馬 但在紐西蘭當地都上到名 暴大威猛的周稅新價是10萬澳元 reach enough的紙字 這是馬雖然暫時比較新 成員亦少 但已經有成績了 精選威 神彩勇士 上季都是首季服役就贏馬 附足自己是Return Tycoon的紙字 伏役時在澳洲贏過三場賽事 贏12米、14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二級賽 在2014年贏過在費明頓馬場的單山錦標 另外在同一年的考菲爾德堅尼大賽 跑到1600米都得 一級賽跑第二 至於暴大威猛的武器 show a heart 的女兒 沒有上一陣 無線家族的近代成員幾乎是 全部都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看完父母兩線 為甚麼暴大威猛看來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暴大威猛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色尼的蘭域馬場 參加過三次試襲 其中一次跑第一 一次跑第二 跑第一那次同組的第名馬 之後在當地已經成為了兩折馬 團結一心的費Burgundy 這次馬今季有紅中列馬贏過馬 其他成員有色贏 馬爾代夫霹靂狂龍等等 上季都跑得不錯 有進帳 Burgundy這一族的馬來了香港幾季 能力很高的馬就不算很多 不過會贏 而且大部分都是由短途贏起 跑跑下加賭情 轉向中距離發展 好像馬爾代夫霹靂狂龍都沒有問題 至於團結一心的武器 上陣就沒有上名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有兩匹馬在香港跑過 一匹是天賜寶近年的短途 另一匹是年代遠一點 基靈馬 都是在香港贏的1200-1400米 而其他的成員 雖然都是贏短途的多些 但個別有些贏到一里或以上 甚至贏到2400米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團結一心看起來 似短途馬比較多 應該跑下有些機會加賭情 那些1400米 甚至一里途程的賽事 他有機會賣得到 團結一心來香港之前 是希斯團隊訓練的馬 曾經在澳洲的維省 參加過一次試襲 試襲那一次他就贏的 和他一早試的馬 第第三名那兩匹馬 雖然暫時都沒有贏到馬 但在維省當地也上名 周遂新駕5萬澳元的旺旺神區 是Deepfield 遙遠星空的指示 尼系馬現在是香港的大族 來了香港短短幾季 火箭上升 今季成績仍然高企 最近贏過馬 幸運傳奇 剛剛大勝一場 另外幸運旅程對行之星 鑽式澳場 季內都贏了馬 其他高班的馬 顯心星 中華盛景澳遊氣泡 甚至中班的年少有威等等 都上名 尼系馬來了香港幾季 極受歡迎 大部分的指示 很早熟 跑短途速度也足夠 現在個別有些 跑到中距離都會贏馬 好像跑得寶寶 至於旺旺神區的母 是 more than ready 的女兒 曾經澳洲 適尼和鄰近的馬場 合共贏了六場賽事 贏馬途程 由1400米到2800米 其他母線家族的成員 雖然近代的 跑短途比較多 但實際上 有不少的馬 贏到2000米或以上 甚至贏到2800米 看了父母兩線 這匹旺旺神區 雖然是遙遠聲空指指 但未必是純短途馬 跑下去 有機會像跑得寶寶那些 越跑越長 有可能會 1400米、1里 甚至長的路程的賽事 有可能更適合他發揮 旺旺神區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適尼試過四次閘 贏了三次 剩下一次也是跑第二 試習成績很好 最近那次試習 在今年的3月25日 在適尼和域圓馬場試 試1200米 當時八匹馬跑第一 跟他一組一起試的第二、第三名馬 現在已經在當地是一折馬 贏了馬 今次的副是Not A Single Dubs 這系馬 過往是香港的大族之一 去到近年 成員的數目就開始下降了一點 因為Not A Single Dubs 都二千年代的總馬 現在的指字 今季不錯 英雄豪賣就贏了馬 抵講首季服役 過往這系馬 其實都是很多這些馬 很多來到香港第一季服役 都有好表現 尤其是初出一張即贏馬的馬 都不少 至於今次的舞 不是 Save a Bill 小法寶的女兒 曾經澳洲的維多利亞州 即維省 贏過四場賽事 由1400米贏到2100米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其實是短途馬比較多 但個別有些 又能夠贏到上1至2000米 看完父母兩線 這次看來性能應該傾向短途多些 會幾早熟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一下 或者可以稍稍加賭情 1400米途程的賽事 應該有機會能夠到 今次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昆士蘭州 東奔馬場 即是布里斯本上陣的馬 上陣一次就贏了馬 贏馬那種是1200米的草地賽事 跑右轉 直路賽和交沙地賽都未跑過 蔡若漢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職職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編編君子和魅力寶駒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職職馬已經有兩匹 他們就是魅力之魚和永遠美麗 初出上到名的馬也有兩匹 他們就是水晶酒杯和滴愛心 今次今年6月1日 在澳洲昆士蘭布里斯本的東奔馬場 贏過一場1200米的賽事 這場賽事第一次上陣 也是當地唯一一次上陣 一出就贏了馬 鏡頭看到在外盾 紅衣已經上陣 就是今次來的 很厲害 因為當時全程走外諜 入直路後 哪都不用點落 不斷推一下 就帶來所有對手 贏得很輕鬆 這場賽事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之後會贏 跑四場就贏了一場 第三名那匹暫時未上到名 周歲新駕26000坚尼的旅遊高球 是Holy Roman Emperor指示 Holy Roman Emperor一族 早幾年還有我們香港的大族之一 不過隨著Holy Roman Emperor 越來越老 產量開始下降 近年指示的數目開始減少 不過今季成績挺好的 開季到現在為止 有四匹馬贏了 路路省 三劍俠 呂英福星和厲害 其中呂英福星還打搭贏 其餘還有二進 精明勇俊 赤子紅心和澤昇光輝上個名 這系馬來香港多年大家都很熟 短途難倒她 長途賽都搞得好 而且大部分成員 跑馬底的性能相當好 至於旅遊高球的母系 雕塑家的女兒 曾經在英國贏了兩場頭馬 都是贏膠沙地賽 而且是長途賽 贏了2000米和2400米 母線家族其他成員 大部分的馬都是介乎1600至2000米 跑得比較好的馬 有些可以贏上2400米 不過膠沙地賽的性能 原來大部分都不錯 看完父母兩線 這群旅遊高球看起來不像短途馬 跑下去應該要中距離賽 甚至長路程的賽事才對她跑 泥地賽他很大機會會跑 旅遊高球來香港之前 在愛爾蘭上鎮三次 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仗是1400米的草地賽 在內斯馬場跑的 跑左轉賽道 右轉賽道的賽事 跑過一次就不上名 直路賽 膠沙地賽還未跑過 周穗新駕14萬歐羅的爆熱 他是活頓鎮 Wutton Bassett的指示 這群馬在香港不多 很少出現 不過以往有成員 包裝永煌 很早就退役了 現時的成員 還有匹美麗歡聲 還未上陣 活頓鎮自己 是IFRA的指示 服役的時候 在英國的泛紅期訓練的馬 在歐洲贏過五場賽事 他在英國和法國都贏過馬 贏馬途程 由1200米贏到1400米 最高競賽成就 贏過一級賽 在2010年的時候 贏過法國尚勞里加迪大賽 可能兩歲馬一級賽 至於爆熱的武器 原來他是喜連衛星的童母妹妹 競賽的時候 在法國的多維爾馬場 贏過一場1500米草地賽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中距離馬比較多 有些贏到上2000米 甚至在場路程都贏到馬 膠沙地賽有些成員都跑得不錯 看完父母兩線 這筆爆熱看來不像短途馬 跑到中距離甚至長路程的賽事 才適合他發揮 來地賽他應該有機會會跑 爆熱來香港之前 我們在漁洋直播賽事 見過他的馬 他前中文譯名是一發三響 在法國上陣四次 贏過一場頭馬 贏馬那仗是1300米的賽事 跑草地右轉賽道 在龍上馬場跑的 而我們見到他那次 就是跑一級賽 法國莫尼大賽 當時他跑第二 那時他輸給原備力量